10月2號上午 台東縣環保局號召100輛的電動機車 在南京路市民廣場集結 邀請民眾騎乘電動機車低碳旅遊 環保局局長謝清全表示 台東很適合推廣電動機車 其實台東很適合我們來推廣電動機車 尤其在四郊的一個短程的旅遊 其實電動機車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也可以維護我們這一片的好山好水好空氣 其實我們台東的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也是最高的 這個全省裡面我們台東還加碼了 這個花東基金的2萬塊的補助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呼籲我們的鄉親 多多來利用我們這個優惠 我們其實電動機車在台東來講來購買 我們民眾是非常有利的 環保局針對102年到104年期間 購買電動機車的民眾進行減碳里程評比 獲得電動小子家族減碳王競賽 第三名的是寮立籍 騎乘12,631公里獲得獎金2,000元 第二名的是彭新營 騎了15,560.8公里獲得獎金3,000元 拿下第一名的是蔡文慧 總共騎了17,379.3公里獲得6,000元獎金 105年新購電動機車減碳里程評比 前10名的民眾獲得獎金1,000元 環保局藉由騎乘電動機車方式宣導低碳